孩子们的姥姥姥爷到德国了 全家期盼已久 这次签证办得特别快 路途顺利 幸福的日子接踵而至 每天顿顿都是好吃的 孩子姥爷负责炒菜 姥姥善于面食 把我们口味的吃不过来了 与中国父母不一样 德国父母几乎不会住在孩子家 要么住周围的酒店 要么短暂停留 而中国父母不仅给我们做饭 还帮我们带娃 他们说 要把我们一家无口味的胖胖的 这几个月的任务就完成了 事实就是胖了很多 胖得连镜子都不敢照了 疫情之后有三年没见 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们也抱不动了 每天买菜做饭 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 两个老人忙得团团转 老二开始还有点认身 现在也缠着姥姥姥爷陪他玩了 姥姥姥爷不懂德语 也不懂英语 去幼儿园接老二的时候 只能跟老师打打手语 德国的父母都很感慨 我们能和父母 同在一个屋檐下住这么久 也不敢想象 他们每天要给我们做三顿饭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幸福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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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